殘疾人士出街 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在先天性大腦麻痺 出生時 我的腳已經有問題了 Amy要以輪椅代步 平時上班 她就會乘預約的復康巴士 不過在兩個月前 就有一次很不愉快的經歷 年紀大或身體有殘障的人士 在外出方面往往遇到比較多的挑戰 幸好的是香港近年致力推行雙見共用 政府在很多地方都興建了無障礙設施 方便殘疾人士 雖然有硬件 但要做到雙見共用 都需要大家的配合 最近有一位先天大腦麻痺 需要用輪椅出入的觀眾 跟我們投訴 說她在乘復康巴士的時候 懷疑受人歧視 如果我是真的4D健全 或者我是上到普通巴士 我也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等車 然後等你去不同的醫院 我才能回到你家 殘疾人士出門 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無論是坐巴士、港鐵 還是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都是困難重重 我是先天性大腦麻痺 但出生時 雙腳已經有問題了 其實如果我去醫院覆塵 或者好像今天星期五 因為明天放假 我想回到媽媽家 我便會坐剛才的復康巴士 我便會坐剛才的復康巴士 Amy要以輪椅代步 平時上班 她便會乘搭預約的復康巴士 但如果覆塵或探家人 她便會乘搭這類不同的站上落 而又不需要預約的穿梭復康巴士 不過在兩個月前 便有一次很不愉快的經歷 在打電話時 她下車開了尾板讓我上車 我隱約聽到她說 你又這麼晚 到我下車時 她幫我鬆開安全帶後 我下車 在升降板下地面時 她便再一次地說 你下次早點 早一班車也好 每次都搞得這麼晚 她說當時那位車長 好像怪責他不乘搭一班車 但回看時間表 一班車其實是早差不多整個小時 我說你早一班車時 我還沒回到皇大才 搭不及 然後她說甚麼搭不及 你知道嗎 你這班車是沒有人搭的 這幾次被你這樣搭一搭 我遲了40分鐘才收工 由我上車去到下車 已經聽到你不斷重覆又重覆地說 說這些話 其實那時我已經有點生氣了 然後你下車後還要這樣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生氣之間有點委屈 她還說平時搭這些復康巴士的時候 不時都會遇到一些態度不好的車長 因為他們收錢的機器 就會迫死在一個位置 其實我們唯一的方法 只可以是靠他們幫我們拍卡 很多時他們綁緊安全帶的時候 就已經像呼渴的形式 拿牌通出來 就是這樣 Amy 說沒有想過 乘坐這些復康巴士要受這麼大的委屈 所以她先後向運輸署和巴士公司投訴 但想不到她後來收到的是一個統一的回覆 看回這封回覆的信件 他們說因為車長認為入黑之後 比較難拆看路面的情況 會駕駛得慢一些 所以會延長行車時間 亦都因此建議她改搭早一班車 他們說車長可能是出於好意 但亦都認為車長不應該提出這個建議 又說已經對這位車長作出紀律處分 我想是否善意 其實我還分得清楚 還有她封信的回覆 跟當日司機跟我說話 完全是兩回事 那是否所有復康巴士 一天黑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走車呢 對,我覺得這個解釋 令我很沒辦法理解 亦都很不合理 對,怎能完全扭曲了當日發生的事 亦都很不尊重我所遇到 投訴之後 Amy久不久都會乘這班車 不過已經看不到當日那位車長 好…行了,走吧 謝謝,再見 她亦都覺得近期的車長態度 是改善了 亦都希望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巴士公司就回覆我們說 對這次的事件深表協議 認為那位車長的談話內容不恰當 已經作出紀律處分 香港現在主要有兩間機構 提供復康巴士服務 政府每年都會資助給他們 無論是長者或殘疾人士都可以使用這些服務 這些服務其實一直都存在 部份的巴士路線甚至乎是不需要預約 符合資格的只要在指定的巴士站 就可以用兩元坐車 但可惜的是原來知道的市民並不多 部份的班次甚至乎是吉車行駛 一位乘客都沒有 John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社交平台開了一個發布無障礙交通資訊的專頁 內部市都會收到關於這方面的投訴 他說因為曾經在這間巴士公司做過車長 所以了解他們的運作模式 我們亦都相信 今次並非個別班次或日圓的問題 我們希望整體服務營運商的表現 我們覺得是欠缺妥當 運輸處是集務旁貸 現時在香港獲政府資助的 福康巴士營運商有兩間 而被Amy投訴的這間營運商 在2019年投入服務 他們今年獲得1500萬支座 提供18條穿梭巴士路線 主要是來往醫院或港鐵站等地方 殘疾人士和行動不變的人士 基本上不需要申請 付兩元車費就可以上車了 不過原來知道這些服務的市民並不是那麼多 宣傳不足 沒有人知道這個服務 我連在社會的廣告 什麼都會見不到 我今天只是同一個 擺在一個村 地點 擦邊旗在這裡 你不走下去都不知道會做什麼 梁小姐早前主動聯絡我們 說在家附近 常常見到這些穿梭巴士 但是坐的人就不是那麼多 簡訊有很多團體 即是動畫、人製燕 每個人都是 身體力盡都是為了 會護送那些老人家去提供福神 他們都很難去福祉 即是福了那些車 那些 但是那些是屬於服務性的車輛 可以載這麼多的獎項 或者有需要的人 但是我用人來做 忍受不了 為什麼每一天 本時每一刻都是 駛車駛來駛去 我覺得他們是浪費資源 浪費好像不擺明 好像是幫助的事 但實質不是的 我看不到 梁小姐希望我們可以幫忙 探討這個問題 而事實上 審計處在今年4月都發表了報告 提及 香港兩家福康巴士營運商 都出現乘客數量減少 和使用率不足 當眾報告亦都提及 在其中一條營運商提供的 12條醫院路線裏面 有3條路線 平均每程的乘客 一個人都沒有 甚至有8成或以上的車程 是完全沒有乘客 其後立法會亦都有跟進這個問題 營運商說會作出改善 包括重整路線 和推出應用程式 實時顯示福康巴士的空位 不過議員批評當局監管不力 還指明運輸署要負上責任 如果你一直去看 一直都沒有糾正 任由它發生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用孤式來形容 和監管不足 效果不張 局方怎樣 或者處方 直接這個是運輸署的問題 運輸署可否解釋 五年都解釋不到第一版的APP 你現在跟我說 有沒有扣錢 沒有扣錢 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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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水 行不行 這麼離譜 還有這個承辦商的態度很差 這是要譴責它的 對於審計報告的內容 和議員的批評 營運商回覆我們查詢時就說 使用量低的個別路線 仍然在檢討階段 至於流動應用程式 他們就說一直跟開發商跟進 還在做第一階段的優化 運輸署就說 會加強對營運商的監察 和抽查營運及帳目紀錄 以確保營運支出使用得意 另外 根據政府在10月發表的跟進報告 在客量最低的三條路線之中 其中兩條已經實施了優化方案 至於另外一條路線 就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完成 希望有關當局 可以盡快檢討 復康巴士的服務政策 令它可以發揮真正的作用 服務到真正需要的人士 最好就不要再出現 有人沒有車用 有車沒有人用的情況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2016年 香港大學地理系進行研究 指掌者過馬路 平均每秒走0.9米 慢過國際標準 而年紀越大便走得越慢 而近日有住在彌木樹的街坊 向我們反映 說家裡附近的巴士總站過路柱 行人綠燈時間過短 令行動緩慢的掌者 每次走的時候都提心吊膽 好嗎 好嗎 好嗎